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管理数学中 几率这个单元里面的随机变数 首先我要介绍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 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这个单元里面 认识了何谓随机变数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观念跟定义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了解很多的各项的分配 利用不同的分配解不同类型的几率的问题 在态度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要有研究的精神 能够活用了解公式 不要死背公式 因为在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各项分配 有很多的不同的公式 那么我们建议同学的话 不要死背 需要了解 了解了以后题目做多了 自然就会写得出来了 在这个部分 我们介绍的是随机变数的定义 以及各项分配的状况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随机变数 什么叫做随机变数呢 随机变数就是一种函数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一般同学的话知道 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我们一般的函数都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时数对应到时数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这个地方是f of x等于x平方 那么我们将1就会对应到哪里呢 对应到1 2对应到几 对应到4 3对应到9 这是一个一般的函数 那么什么叫做随机变数呢 这个随机变数就是一个几率的一个对应 我们假设x代表的是 我们所设定的就是数字 数字就是跟我们事件有关的数字 那么这里不同的 这是不同的x 那么我们会对应到哪里去呢 对应到一个几率 几率的话呢 这是px1 它会对应到不同的几率 那么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这里是所有可能x的发生的可能的x 这个地方是所有对应出来的几率 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几率的总和 总和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求它要等于1 那么各位同学在学习这个过程之中 是不是觉得看起来好像蛮困难的呢 其实不会 我们拿一个例子来举一举 同学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们来举一个例题好了 最简单的例题就是什么 丢铜板 铜板各位同学知道 铜板的话呢 只有两面 不是正就是反 现在我们丢几次 丢三次 那么随机变数x 随机变数 这个的话呢 我们先记得 x代表什么 出现正面的次数 来我们问各位同学了 丢三次 有可能有几个正面 有哪些 x的可能值是哪些 x有可能哪些呢 有可能 没有正面 就是三个都反 要不然呢 一个正面 要不然呢 两个正面 再来呢 三个正面 再来呢 有没有四个正面 当然不可能了 因为只丢了三次 不可能会出现四个正面 最多最多是哪些 这四种可能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随机变数 就是所有x的 所有可能的值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话的 它 0对应到相对的几率 这个也会对应到相对的几率 对应到相对的几率 我们的话算一下 x等于1 它的值是多少 x等于1代表什么意思 出现一个正面 那么我们来想想看 有哪些可能 一个正面 是不是正反反 要不然呢 反正 反 要不然呢 反反正 所以出现一个正面 有这三种状况 那我问各位同学 所有状况有几种 所有状况的话呢 是2乘2乘2 一共有8种 8种事件的话呢 是几种 三种 所以px等于1是多少 是8分之3 那么我们就了解了 什么叫做随机变数了 所有可能的值 所有可能的值 都会有一个对应的 一个相对应的几率 那么我们剩下来 都可以教各位同学 怎么算 那么 对应出来的这个结果 我们就称为 几率分配 那么这个几率分配 这个也是一个 专有的名词 那么我们再往 继续往下做做看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二项分配 这个是在我们离散型的 几率分配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分配 什么叫做二项分配呢 就这么讲 我们在单一的一次 的测验 就是重复试验里面的话呢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叫做成功 不是成功 就是失败 没有第三个选择 不是成功 就是失败 就像我们去 考试 不是及格 就是不及格 不是成功 就是失败 那么我们不是通过 就是不通过 无论如何 这两个加起来的几率 如果成功的几率为P 失败的几率 叫做Q的话呢 那么我们肯定的说 P加Q一定是 1 那么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二项分配 这个二项分配的公式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N次独立的重复试验 就是我们做了N次 每一次都是成功的几率是P 失败的几率是Q 那么我们成功K次的几率 各位同学看一下 N次 那么我们成功K次 是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做了N次 各位同学看看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成功成功 假设我们是这样算 我们一直都成功 成功了几次 成功了K次 总共做了几次 剩下是失败的 这边是几次 总共是几次呢 总共有N次 成功K次 那么失败几次 那当然就是N减K次了 那么我们来想 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但是没规定全部都先成功 后失败 中间可能可以交错的状况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N个里面 这是N个位置里面 我们要挑几个来 几个P呢 K个P来放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怎么写呢 C N取K 那K个P 那么我们就是P P就是代表的成功的几率 我们要成功 成功 成功 我们利用乘法原理 成功几次 K次 那么失败要几次 要N减K次 这就是我们的几率 成功K次的几率 这也就是我们 我们要是要把它写成几率分配的方法的话 二项分配的标准是 就是这样子 这我们再说一次 这个代表的是成功 K次 这个是失败 N减K次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没有前面这个的话 代表的是 顺序都固定了 那么我们其实有可能是交错出现 可能是P Q Q P 无论如何 在N个里面 我们只要先放了 K个位置 让它去放P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 K 当然我们写 N减K也可以 但是我们习惯的是这样子 这本写K 这两个是怎么样呢 是一样的 然后这两个呢 加起来是N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二项分配的标准式 那么我们来做做看 二项分配的练习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 二项分配的例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有十个是非题 那同学知道什么是是非题呢 答案就是 不是圈 就是差 现在假设同学的完全都不会 完全用猜的 不是猜圈就是猜差 那么我们问 以一题而言 猜对的几率多少 不是圈就是差 所以成功的几率是 二分之一 那么失败的几率呢 失败的几率当然也是 二分之一 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 那现在来看 今天以单题而言 它是几率的知道了 P跟Q知道了 现在我们来以 N等于10来说的话 全部猜错 什么是全部猜错 来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X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猜对的题数 猜对的题数 假设是X 那这个意思就代表 是全猜错 那就是X等于几 零 零 各位同学知道怎么做吗 P有几个 实体里面P有几个呢 P有零个 那么不用选择了 这两个一样 Q有几个 Q有十个 所以答案是 C失取零 失取零是几呢 就是一 所以这个地方 二分之一零四方之几呢 是一 所以这个地方是 二分之一的十四方 所以是 1024分之一 这个答案 各位同学就应该 很清楚的知道 全部猜错的几率 其实是 非常非常小的 因为 连续实题猜错 几乎是 1024分之一 那几乎是不可能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什么叫做 恰好猜对七题 恰好猜对七题 就是代表的是 X等于七 七题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一共有几题啊 十题 十题里面 各位同学来想一想 十题里面 我们要猜对几题 七题 是不是十个里面 挑七题来对 10取 7 然后呢 二分之一的是几次方 七次方 因为这是对的 那错的呢 错的也要 剩下来的三题 是一定要错 所以这是三 我们发现这都是1024 那这个地方 答案是 C 十取七 我们可以算一下 十取七 顺便教同学怎么算 这上面是十 就是十阶层 下面是七阶层 三阶层 我们删掉之后 七可以删掉 跟十完全删掉 变成 十 九 八 那这个地方呢 三阶层是 三 乘 二 乘 一 那么我们现在 要用的是对销的方式 三三得九 二 四得八 所以这边是十二 这是一百二十 那么这个地方的答案是多少呢 二的十四方 各位同学知道是 1024 三分母 上面是 一百二十 这个几率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二将分配 我们只要抓到了题目的窍门 其实很快就可以细算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 稍微麻烦一点了 题目要小心看 不是七题而已 我们两个来比照一下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差别在 至少答对七题 那各位同学 这个 我们的话呢 就列出式子来给各位同学看就好了 怎么算呢 至少对七题是 既然是至少 那么七题我们要 还有可能什么 八题 再来呢 九题 再来呢 十题 再来呢 有十一题吗 当然没有 因为全部才十题 所以我们的话呢 要四个几率如何呢 相加 那么我们顺便把这个 题目写一下 答案的话呢 也写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是十取七 这边是二分之一的七次方 二分之一的三次方 可是无论如何它都是十次方 因为两个一样 这是C 十取几 八 那么二分之一的八次方 二分之一的二次方 还是十次方 再加上 C 十取九 这是二分之一的九次方 二分之一的一次方 那也是十次方 最后一个 C 十取 十 这是全对的 这个我们发现 它也是 如何呢 二分之一的 几次方呢 十四方 二分之一零次方 所以这也是十次方 这个我们其实 并不难算 加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所以这个题目来说的话 二项分配 只要能够活用 那计算上来说 只要小心 注意题目 不要看错 基本上来说 我们的话呢 都会答对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 二项分配的其他例题 刚才啊 成功的几率跟失败的几率一样 所以同学可能会误以为 这个P跟Q一定要一样 其实P跟Q未必要一样 来我们看看题目 这个题目也是一样 有十题选择题 可是现在是选择题哦 有四个选项 是单选题 假设通通都用猜的 请问 我们以一题而言 成功的几率多少 成功的几率 四个里面选一个 所以我们成功的几率 是四分之一 那么我们猜错的几率呢 那就不一样了 是四分之三了 会比较高 错的几率比较高了 那么全部猜错的几率 怎么算呢 X代表的是 猜对的题数 假设X代表猜对的题数 那请问一下 全部猜错的 代表猜对几题 猜对零题 那这个地方要小心哦 不太一样哦 C时取几 零 对的 对的四方是几呢 P是四分之一的 零次方 这边是四分之三的几次方呢 十次方 为什么呢 因为错了十题 连错十题 因为只有全部才只有十题 那么现在问的是 恰好猜对六题 恰好猜对六题 我们只直接写 X等于六 那么各位同学 可不可以写得出来呢 依照我们刚才 所教的内容 然后依照经验来写法 十题里面 挑几题 挑六题 成功的几率 四分之一 那么因为是 四分之一要六个 所以是四分之一的几次方呢 六次方 剩下来是Q 这两个相加要变成一 所以这是几 失败的几率 那这边应该要填几呢 各位同学应该想象的出来了 对六题 那当然就是错四题了 这两个就不能够随便乱合并了 刚才是因为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把两个直接合并 那注意的是 二项分配 我们再说一次 这个数字 跟这个数字一样 这个数字 加这个数字 是等于1 这是P 这是Q 这两个相加 是左边的这个上面 这个数字 N 这两个是总数 那么这个地方 我就没有把它计算出来 那让各位同学自己计算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字列出来 至少答对六题 是怎么写 至少答对六题 就代表的是 6 7 8 9 有五个项目 全部加起来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不要排斥这样的写法 这叫做 Sigma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Summation的写法 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它是6 7 8 9 10 所以它是一个 有次序 有规则的写法 上面我们发现 永远是10 我们就填下去 这里是K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变化 是什么呢 是由6 一直到几 到这个10 那么P是几呢 P是四分之一 因为它永远跟这个K 四方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要写K 那这边是写的是多少呢 四分之三 那这边要写什么 那当然就是10-K了 那么我们从K等于6 开始带下去 我们发现是第一个 K等于7带下去 第二个 我们就用了一个算式 表达了好多个算式 那么这个算式 我们建议同学的话呢 最好能够看得懂 因为对于我们的 未来的一些表达方式 在统计学的部分 这个都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方便的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几率分配 刚才我们说过 这个随机变数 它是一个函数 它是一个数字 整数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整数 那不一定 但是我只能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是X的话 是我们自己设的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 它所对应的几率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呢 如果说这个题目 刚刚我们做过了 有五题选择题 那么 完全用猜的 X代表答对的题数 那么 X的可能性有哪些呢 X可能是 0代表什么 全错 我们的可能性的话呢 有几种可能 1 2 3 4 5 6 有六种可能 它可能这个地方是全对 这个是全错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X代表的是什么呢 随机变数 那这个呢 代表是说 它所对应的几率 我们把这个列出来 把这个对应列出来 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几率的分配 那么我们把它写出来 这怎么写呢 这同学应该非常清楚了 这是C 集取几 五题的话呢 五取零 这是选择题 有四个选项 所以这是 四分之一的零次方 四分之三 失败几题 五题都全败 那这个呢 五题里面 对一题 四分之一的几次方 一次方 四分之三的几次方 四次方 对两题 五取二 四分之一有几个 两个 四分之三要有几个 三个 这加起来记得要五 因为成功加失败要五次嘛 再过来呢 三 那各位同学能不能一死泪推 那我就直接把它 很快的把它写下去了 这是四分之三的 这边是二 这是C 五取四 这是四分之一的 这个是 这个是对四题 那么当然就 错一题 一就不用写了 再来是 五取五 代表的是 四分之一 五题全对 那么 错几题 当然就错零题了 这是一个 有一个对称关系的 这种 这个我把它列出来以后 这样的写法 就称为什么 几率的分配 当我们看到了几率分配 是这种模式 我们不用说 这种 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 二项分配 不是成功 就是失败 只有这种分配 它的模式是这样 最主要 这个二项分配 我们等一下会交到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跟公式 那么我们往下看 期望值 什么叫做期望值呢 这个是一 一有很多的意思 这个误差也是一 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 Expect Expension Expect是预期的 预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回到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Xi 这是P 它所对应的几率 它乘它 然后再将加 来我们来再往前看 这个 就是我们的几率分配 那么我们的期望值 怎么写呢 就是这样写 这个数字乘着下面的数字 这个乘上这个下面的数字 这个乘上这个下面的数字 这个乘上它的对应的几率 这个数字乘上它对应的几率 这个乘上它对应的几率 然后加起来 然后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那我们问各位同学 这个代表的是几率 相当于是它的全值 这个是相当于它的重要性 百分比 因为这个全部加起来是几 这个总和是一 所以我们要晓得说 事实上 这个期望值的意思 代表的是 我预期得到的这个数字 也就是我们的平均数 那么我告诉各位同学 期望值 我们也有用另外一个希腊字母 我们常常喜欢用的 叫做μ来表示 这个数学期望值的话呢 代表的是 预期我们的平均数是多少 这就是我们期望值的定义 那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什么性质呢 它有一个线性的性质 就是如果两个不同的随机变数 它的期望值怎么算呢 期望值是可以如何 可以拉开来的 那么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它是倍数 这是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放到前面去 因为以这个叫做 summation的一个性质来说的话呢 数字都可以拉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数字可以自由进出到外面去 甚至我们的话呢 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写 a ex 这个分开来 b的期望值就是b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那么 我们后面 就会练习一些 二项分配 专门的期望值是怎么算的 来我们来做做看一个 期望值的立体 但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 先把它的几率分配 几率分配或几率分布 怎么样的来写法 来写给各位同学看 现在我们说我们来丢骰子 玩一次 本钱多少 给它四块才能玩 如果是一的时候代表的是 它就给你一块 点丢出二 给我两块 点三 给我三块 点四就给我四块 丢了五的时候就给我五块 丢了六的话呢 就给我六块 那么现在我们说了 x代表什么呢 假设是 丢一次 所得到的钱 那么我们来想一想 x的可能值是哪些 我们知道 丢一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钱 不是一 我们是 亏三块钱 负三 因为我本钱就是 四块钱 那这个呢 亏几块 亏两块 这个呢 亏一块 这个呢 不赚不赔 这个呢 赚一块 这个呢 赚两块 那么 几率分配怎么写呢 我们的话呢 画出来 这边是x 这边就是所谓的几率 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 列上去 -3 -2 负一 零 一 二 总共有几个可能 六个可能 请问它对应的几率多少 这是一个公正的骰子 骰子的话呢 一共有六个面 而且是 这个是几率相同的 所以我们的几率 几率分配 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怎么写了 它不是二项分配 它是一个均等的分配 那么期望值是多少 期望值是说 我们预期 玩一次 可以得到多少钱 如果说期望值 期望值是这样算 期望值如果说是零 代表的是这个游戏 是公平的 如果是期望值是负的 代表是我们亏钱 如果期望值是正的 代表我们 赢面居多 平均每玩一次 我们会赚多少钱 来我们算一下 这个的期望值是怎么算 因为我们上面乘下面 上面乘下面 上面乘下面 这个发现都是六 所以这边是 负三 减二 减一 加一 加二 一跟一消掉 二跟二消掉 所以是负的六分之三 也就是负零点五 这个意义就代表的是 我们的期望值 那在用 用这个文字来叙述的话呢 这个期望值的意思 是代表的是 我预期玩一次 平均亏几块 亏零点五块 以这样的游戏而言 我玩得越久 玩得越多次 我亏得越多 如果我玩了一百次 我大概就平均就亏掉了 大约五十块钱 这是我们所谓的期望值 期望值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均 这是我们的μ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很特殊的状况 二项分配的期望值 那么这个是二项分配 是怎么做呢 二项分配代表的是 x代表的是成功的次数 那这个地方是从零开始 一 二 我们就写一个标准的一个k k加一 你知道多少点点点点点点到n 那么这个地方是它所对应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写k k次k次的几率是c n个里面成功k次 p的k次方 q的n减k 为什么要写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要乘下来 乘下来 乘下来 我多写几个让同学看就知道了 cn取1 p的一次方 q的n减1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乘下来这个地方是k 所以我们乘到这个地方要写一个k 这个地方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一般项 那各位同学看得出来吗 那这个k是由哪里到哪里开始 0到n 通通都要算下去 所以我们就把它 写出一个这样的格式 这就是我们二项分配的 期望值 那各位同学觉得它 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看起来是非常的麻烦 但是它的结果是非常的漂亮 它就是多少呢 我们先跟各位同学讲 它就是np 那么怎么解释呢 我们往下面看 期望值我们证明给各位同学看 先证明 各位同学会说 我对这个证明很没兴趣 那你不妨看一看 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各位同学 有必要知道 因为就算同学不会证明 但是你看过证明之后 你所学的出来的东西 毕竟还是有点不一样 好 我们先来先 先要证明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先要先学会这个 横等式 这个算式 很重要 因为我们就要利用这个算式 来证明 我们的期望值叫做np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组合 cn取k 如果这两个k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上面也减 下面也减一个 但这个地方改成n 来我们解释一下 请看左边 这个 照抄 cn取k 是不是就是n阶层 k阶层 n-k阶层 那这个地方消掉 如果说消掉一个k 如果消掉一个k会怎么样 它这边就是变成k-1 n-k了 可是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它写成 一个组合的情况 因为这两个相加要上面 所以我们释出一个n 来我们看看这两个相加是几 这两个相加就是n-1 没错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c n-1取k-1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证明 那各位同学不用记下来 也不用强记 你看看就知道了 k这两个一样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上面降一次 下面降一次 前面多一个 上面移过来的 现在我们把刚刚的那个结果写列出来 刚刚二项分配的 我们现在再往前面看一下 这个算是 相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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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全部相乘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 二项分配的期望值 到底是np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往下看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 0 我们就不要理它了 0的话 任何数都是0 1的时候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话呢 我们就提出一个n丢到前面去 这边就是n-1 1-1 是不是 这个就是这个 没错 我提出一个n出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照写 没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22是不是一样 我们就也可以提出一个n 然后这个地方是n-1 这是2-1 没错吧 一直往下做 一直往下做 做到最后面 n乘上 cn取n 那各位同学知道 n取n就是1啊 事实上我们就直接提到前面去 n也提到前面去 这个地方 n取n就是n-1取n-1啊 我们的话呢 做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想到什么呢 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希望这两个相加 我们希望要加起来 要n-1 这样子才能符合我们原来 二项式定理里面的这个写法 那怎么写呢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提出一个p 因为它每一个都有一个p了 这边p的零次方是没有的 可是它是零 所以不要理它了 我们这边有p 也有p 每一个都有p 我们就把p提出 提到前面去 这边就变成了 cn-1a 各位同学看 这边就是零次方 这边照超 这个呢 照超 p2次方就变p的1次方 n-2保持着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二项式定理里面的 p加q的其次方 n-1次方 有没有看到呢 n-1次方 各位同学知道 这是多少 这是1 1的任何数字的次方 还是1 所以各位同学 我证明出来的结果 二项分配的期望值是 n乘上p 这个是最快的算法 那么当然我们是透过了 这样的证明 才解释以后 各位同学 你才能够真正的记得 二项分配的期望值是np 现在我们学会了这个以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题目 同学就知道期望值怎么算了 有实体选择题 有abcd四个选项 完全用猜的 那么x代表答对的题数 各位同学知道p是几 答对一题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答错一题的几率是四分之三 请问一共有几题 所以期望值是多少 如果不会的同学 但是他基本的观念很熟的话呢 他会怎么写呢 他会写的是 先画出这个表 这边是0 一直到多少 我们假设是k 一直到n 这是c n取 这地方的话呢 k 这是p的k次方 q的n减k 那各位同学知道 本题的话呢 是n 有等于几 10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 c 10取k k等于1到10 答对的几率 四分之一的k次方 四分之三的几次方 10减掉k 这个地方别忘了 还要再乘上一个k 这样的写法 同学几乎 很少人写得出来 而且同学也不知道 这答案多少 看起来这么复杂 我们现在刚刚 根据刚刚的定理 我们不需要再计算了 这等于多少 n p 本题的n是几 实体 个别的几率是几 四个选项 重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所以这边是 10 乘上 四分之一 等于 2.5 这2.5的意义是什么 2.5的意义代表的是 这十题的选择题 如果我们乱猜的话 我们预期大概对2.5题 那么你同学说 没有0.5题的意义 平均对2.5题 可能对两题最多 可能对三题的也很多 大概这2跟3 猜对的可能性最高 答对四题 代表的是运气很好了 答对五题 运气就更好了 答对十题几乎都是 几乎不可能 如果用猜的话 就是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期望值 我们要知道 它是二项分配 它的期望值就叫做NP 期望值我们学会了以后 我们还要学另外一样 为什么呢 在统计学里面 期望值代表的是 这些资料的一个 集中的趋势 那么还有一种趋势 我们必须也要知道 就是它离散的趋势 变异数 什么叫做变异数 各位同学看 这个是μ 这是什么 这是x 每一个每一笔资料 距离我们的平均数的差异 预期是多少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变异数 那么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说的 期望值的话呢 我们现在来想 有三个 有三个 有两位同学好了 他的三次的考试 80 80 80 跟70 80 90 他的平均数 这个平均几 80 这个平均是几 他也是80 以平均数而言 甲乙是一样的 但是以变异数而言的话呢 他就不一样了 这个变异数 他有没有变化 他是没变化的 所以他变异数是多少呢 是零 因为他每一笔资料 到他的平均数之间的差异 通通都是零 他可不一样 他的变异数 就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 离散的状况 好坏的差异 那么各位同学 知道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变异数 我们用的是 这样的定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变异数的方法 就是他距离这个μ 他的平方 我们的计算出来的期望值是多少 那么最简单的讲法 我们用一个定理 就从这边的定义 这样推演出来 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期望值 x-μ的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来 a平方 减掉2ab加b平方 然后期望值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 线性的话 就可以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那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不动 这是什么呢 这是1x就是μ 所以是减掉2μ平方 又再加上μ平方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一个跟这一个消掉 于是是等于 这样的结果 这是这样的计法 怎么记呢 各位同学 记得 变异数 我们用一个符号 叫做VAR 这个的话呢 我们不能念var 我们要念的是variance variance V-A-R-I-A-N-C-E variance指的是它的变异数 变异数就是它离散的状况 变异数我们用一个定理 直接定义它 会比较简单 叫做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 期望值 的平方 各位同学记得 平方的期望值 扣掉 期望值先算出来了 的平方 这个的结果保证 一定会正的 要不就是零 永远永远 大于等于零 如果说它会变成小于零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计算错了 那么我们用这个 这个基本的定义来带进去 我们把AX换成AX以后 我们经过了计算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A也是可以提出来 但是注意的是 A提出来的话会变成A平方 是从这边得来的 各位同学知道吗 这边的话 AX换下去 这边就A平方 这边也会有平方 所以各位同学记得 变异数 比如说 如果我们的随机变数 我们扩充两倍 那它的变异数 会扩充原来几倍呢 会变成四倍 二的平方 如果说我们的随机变数 变成了 这样子讲 同学比较清楚了 假设我们是采取赌博的 一个问题的话 如果说我们的 我们的 那个X 是变成了两倍 加码了两倍的话呢 那我们的变异数 会变成了四倍 差异性差了更大 这就是我们说的 变异数的定义 那么我们顺便 跟各位同学说了 二项分配 它的期望值是多少 同学回忆一下 叫做 期望值叫做 NP 那么我们顺便 跟同学说的是 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拿来证明 但是我们可以证明的 变异数 用的就是这个基本的 平方的期望值 减到期望值的平方 这个并不难证 这就是N PQ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记住 二项是 二项分配 它的 期望值是NP 它的 二项分配的 变异数 叫做 NPQ 那同学要记一下 这样的话呢 对于我们学习 会比较 比较顺利 后面的部分 那么我们再来练习 一个题目 是丢同板四次 我们现在我们用的是 直接用 直接用 刚刚我们教的 二项分配 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丢同板四次 X代表的是 出现正面的次数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 X有哪些可能 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几率分配列出来 能够自我学习一下 这个是有四个 丢了四个同板 丢四个同板 跟丢同板四次 是一样的 我们看看 正面的次数 有可能是 0 1 2 3 还有呢 4 这是 看看这是不是 这是什么分配 成功 成功代表的是 正面代表是成功 这个P 这个是P 正面的次数 是这个 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反的几率呢 P的话呢 那就是Q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P等于二分之一 Q等于二分之一 然后 N是几个 N是四个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还需不需要 再去一个一个算呢 我想不用算了 因为他并没有问我们 几率分配是什么状况 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写得出来了 这个地方是 二分之一的零四方 二分之一的四四方 这边一死类推 我们 但是我们就直接写答案了 本题N是四 P是二分之一 所以我们直接写了 期望值是多少呢 四乘上二分之一 等于多少 二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丢铜板四次 正面平均会出现几次 如果这个铜板是 估平的平均会出现两个正面 也就是两个反面的意思 那它的变异数呢 变异数叫做 N P Q 这是多少呢 N是几 四 P 代表什么呢 二分之一 Q 代表二分之一 这等于一 那么我们顺便跟各位同学讲 知道变异数 我们还知道一个叫做什么呢 Sigma 这个是小Sigma Sigma是 这个是希腊字母 Sigma的 小写 Sigma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 专有的一个名词 叫做 标准差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标准差的平方 我们就称为 变异数 那这个地方在统计学里 我们常常要用到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在统计学里面的 μ 我们称为 就是在这边的期望值 统计学里面的Sigma 标准差 它的平方 就代表的是 变异数 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里面 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够只背 NP 也不能只背 NPQ 因为它是二项分配而已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题目 它是不是二项分配的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它的观念来算期望值呢 是可以的 我们只要把它的几率分配 写出来 照着我们的定义算就可以了 那么变异数的定义 我们现在的话呢 用原来的写法不容易 我们就直接用定理 什么定理呢 变异数等于 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就很容易算出来了 那么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之中 几率比一大 几率为负 我们就要小心 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计算错误了